好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又要送了 送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镜头这里头 哇 这一本已经我拜读里头的大作 这里头一个自治系 先看过了一下下 基金野人实战的交易传奇 这重点在哪里 是要来告诉大家 基金 基金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从小资族群来看的话 基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工具 可是呢 他用真枪实弹 用真枪实弹来买基金 实弹交易交 您赚 而且他自封为基金野人 天啊 这野人也知道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实战 而且可能是一个积极型的投资野人 马上为您邀请到基金野人 陈安景 安景你好 主持人 光卫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安景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么安景兄的话 基金野人 为什么取名叫做野人呢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当初出版社老板规划的一个名字 他是说因为我们有财经的一个背景 那就好像不知道 也没听过这个人物 可是不知道从哪里跑 好像山里跑出来一样 有一个野人 对对对对 没错 这刚刚在帮你介绍的时候 基金野人可是人还蛮帅的 好 这个 我们的这本书这本大作呢 有五本我们同样稍微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题目呢 好 我们先把这本书给放下去 等一下我们就要再问我们的题目 好 我们最后地方在哪里 今天呢 这个基金里头的话 一开始当然基金的话 每个月定期定额啦 三千块啦 五千块啦 看起来不是都很多 可是呢 光辉兄 光辉兄在这里头是一个分析师 有他的一个角度跟美感 可是呢 我们的安景兄部分的话 都要看好了 就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 野人 野人看起来就正向实弹的 这样打 那么要怎么赚呢 现在看一下 你要理财先得由财来理 爱无财 人不理财 你要理财 要不财就不理你了 大富有贴 小富有减 成理财赢家比专家来得更容易 有效率用钱比省钱来得更重要 效率用钱比省钱来得更重要 你不要以为这只有文字叙述 其实这叙述的话 无言没较低 定定计划进而严格的执行 投资自己而非是娱乐自己 光辉兄 这一路以来的话 你看过不少的投资人 很多你会员当中的话 不少投资人 可能观念上是有差异性 他跟进 就带着你进 带着你出的话 你还是要出状况 你怎么来分析这样的朋友 如果转向激进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 一套稳健的一个投资方法 我觉得其中我们这里 上面写了有四样 四项 其中一般是第三项 第三项一般是 稳定计划严格执行 我看到这些人股票 我认为台积会上到100块 可是偏偏我在80块就卖掉 那你80块卖掉之后 看到已经来到90了 对啊 买买回来回来 对 你又变成说 我明明看到100 一回来又流下去 对 你就一追 天哪 你又掉下来了 这会出问题 就是说一开始买是对的 可是这过程里面的 你没有按照你的计划下去执行 在节目当中 我们每每就告诉大家 我们都会做一些 统计素质的表格 每每每法人卖 股价掉 融资都大增 这是一个宿命 一定要摆脱 拜托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 就是这样 一定要摆脱这样一个宿命 对 人家已经看坏 已经砍得一塌不足 你家接的越来越多 这真的是 不过一开始真的是看对 很多真的一开始看对 因为这些大哥大姐 我给他欢迎你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 成虹会创新高 我在400块那里 就购掉了 我想到500块 我说你在500块 你怎么400块购掉 我还想到 可能会贏掉再接 结果都不回 所以他原来就已经设定说 能够过500块 结果你一旦 卖的动作 一旦卖出去 你又绝不回来 脚步都乱了 我們今天就給你一個新的投資思維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頭的話 每個月多省三千塊錢 用於投資的基金部分的話 其實呢 進而如果用三千塊錢來看的話 年報酬率定義它大概是10% 這個基金也人 10%會不會太多 基本上10%的話 其實以過去幾十年來的一個 股票型投資報酬率的話 其實10%是差不多的一個報酬率 好 10%是一個差不多的報酬率 意思是說 其實還OK啦 好 那麼這20年裡頭的話 投入本金的話 大概72萬 108萬 不少耶 竟然這邊未來的總收益部分的話 是有一些比較大幅度成長 每個月多花三千塊 未來三千年少680萬 哇 接著數字想來 這會不會太誇張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負離的威力 那現在就只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之前講到大富有天小富有減嘛 那可能會投資人會覺得說 哇 那現在我每個月省三千塊有什麼用呢 可是實際上呢 每個月省三千塊的話 其實他們覺得那是未來少三千塊可以花 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把投資效益算進去的話 你的虧損會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實際上 你可能現在少三千塊 那未來的話 其實你 負利的計算的話 其實你可以 你會少賺這麼多的一個金額 好 當然啦 這裡頭也是鼓勵領的 每個月多花三千塊 未來三十年是少了有六百八十萬 好 我們就從這角度出張 蘇璇我補充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我每個月省三千塊 另外一個月是每個月去吃三千塊 吃吃下去就沒問題了 你聽到什麼 那就是經過三十年以後 拿三千塊出來省的人 六百幾萬 你吃下去就變成 也是吃下去就沒問題了 是 這樣啦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 我們這個有早點舉個例子 他說 我們一開始在出銷的時候 你要記得金額要蓋一下 對 尤其是南部人的官僚 對 我們破竹小孩 對 他怎麼說 他說 時代跟你說 你就要賺錢的時候先蓋 人家一開始就你出場什麼 可以 但是你會看錢可以去 可是呢 你現在一個 就像你剛才的例子 一個是在玩的 常常在玩 這錢上一直畫 另外一個蓋… 蓋要買的話 他光在銀行裡頭的定期的利息 來跟你玩 人家就去 你又不敢去 對對對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一個 一個行為跟結果 再來看一下 決定理財目標的一個因素 從觀念出發 給你一個好的觀念 那麼 是的 其實我們 最主要的話 其實大部分投資人 他其實都沒有一個規劃 就是說 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錢 或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要一個理財目標 你才會知道說 你大概需要多少的報酬率 那每個人可能 有人覺得退休可能要五千萬 那有個人可能退休 覺得說我五百萬就夠了 所以不同目標的話 當然會有不同的一個報酬率的需求 所以你要先訂一下 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然後再去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基金也人 你已經是一位作家 我來跟你請教一下 你多少錢要退休 多少錢要退休 應該沒有主持人問 這樣問過你 好啦 就是幾千萬也好 上億元也好 就是最重要是一個努力 而且呢 有些東西是無價 什麼是無價 就我們講說 價格跟價值 價值才真的叫無價 我的資金有多少資產有多少的話 月薪跟年齡這就是重點 你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你退休後的一個日子裡頭的話 是不是真的很好過 你每個月有兩萬塊 有三萬塊 這樣有夠買嗎 你如果定義說你有夠 有夠 你現在準備動作又是多少 所以成功定義到底是什麼 這都是我們接下來討論的話題 我們趕快看下去 所以我看到的是 除了決定理財退休之外的話 某全球 全球債券基金的報酬 債券型基金的報酬裡頭 有週 有月 有週有月 都不一樣的 有一年期 有三年期 有五年期 有十年期 那麼 這個年度的變化裡頭 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最主要是來講說 你要 他要選出一檔好基金的話 你要注意到什麼部分 那一般來講 有一個平等機構 叫澄清平等機構 他平等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會有三年 五年 十年 為做一個平等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 如果要參考的話 其實十年的 參考一個價值 會是相對來講 比較高的 你這個邏輯上 但光輝兄 我聽聽一下你的看法 他說用十年的角度來看 基金也能 但對我一模定義給 因為年輕就是一個本錢 可以承受風險力道 會比較強一點點 應該是有那種 真相實彈 就是殺進殺住的這個感覺 展尼 他是用一個比較 曲線比較cycle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跟年紀有關係 比如說像我三十來歲 那三十來歲的話 我比較傾向於 那種10%報酬率太低的 因為我現在 每個月三千塊對不對 那我短期裡面 我的資 就這樣帶一個那個 要灌水進去 每個月三千三千 但是你想想看 我如何在這個三千裡面 再創造另外一個三千 是 因為你三千塊 也能創造那種倍數五十塊 當你倍數做大的時候 你一倍就很怕 我比一下就好了 譬如說我現在有10萬 我10萬的時候 我也說要拼10%我多少 11萬 是 對不對 但是你想想看 我也拼50%的15萬 對不對 我拼5%的30萬 還有一個50% 50%我多7萬 我聽你說他拼了 覺得壓力很大的 好像很冒險的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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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在累積資金 我認為要拼 不過這跟年紀有關係 我不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去 去跟他拼 因為你那個倍數不夠大 等到你倍數像 像蘇賢來講對不對 現在的資產已經有兩千萬了對不對 你這樣來拼個50% 有道理嗎 沒有道理嘛對不對 那你有 兩千萬三千萬資產 我拼我可能10%就夠了 有錢人的想法不一樣 對 像蘇賢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又扯到我身上來 好 我們這個話題的部分 剛剛有說到 這個10% 你用10年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10年的話 是一個比較穩定型的 一個趨勢跟發展 你反而用10年來看 是不是從 這穩定的發展當中的話 再特別去檢視到 某些的因素呢 比如說像什麼 來看一下 基金投資比例的一個配置方法 第一個 年齡配置法 從現在年齡相同比例 放在安全資產 這個類型配置法裡頭 年報酬率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分別有6到8% 8到12% 跟12到14%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最主要的話 年齡配置法 就是說 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說 我今天適合 保守穩健或積極 有些人很年輕 可是也許他有大筆資產 那就不適合積極型的 那所以用年齡配置法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20歲 那可能就是你的比例是 20%放在這個 安全型的資產 像再建型基金 那80% 就可以做比較積極的一個投資 因為年輕的話你賠掉 是 第一個你 可以承受的風險 是 你還賺的回來 對 但是年紀大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工作能力 就以安全為主 對 那另外的話 其實類型配置法就是說 你看覺得自己 也許我很年輕 但是我要保守一點 那我就用保守型的 那如果說 我年紀大 可是我積極 那也許你就可以用這個積極型的 報酬率來設定你的投資目標 好 這除了個人的一個心態跟想法之外的話 其實在基金野人部分安靜 我們想聽聽看你的判斷跟看法 哪一個是比較適中比較好的一個 這個比較優質的一個選項呢 其實如果說也怕太保守太積極 那當然就是選文件型的囉 好 我們這位基金野人的話 看起來 看起來這個外表是有比較粗狂的感覺 可是呢 內心還是滿頗為文件的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剛剛看到基金投資比例的一個配置方法之外的話 欸 基金野人 孫子兵法 投資術喔 你們這點美感來